大家好,歡迎收聽AEA頻道 今天是2022年2月5日,年初五 已經有些朋友開始工作了 所以先跟大家說,開工大吉 我們先來看看新加坡的消息 新加坡的交易所最近公佈了一些數據 說他們的利潤下降了9% 截至12月6個月的淨利潤 就是2.18億新加坡指 大概美元1.62億 看回報道,他們的收入同比增長0.2% 員工及技術成本的營運費用增長8% 所以在收入的增長比較窄的時候 而營運費用增長8% 導致他們的利潤下跌了8.8% 如果將收入的業務分開來看的話 其實股票收入下降了4.7% 只不過衍生工具的交易量上升 抵消股票業務收入下跌的部分 所以整體有微幅的增長 但我們大部分人關心都是股票方面的交易 現在看到股票業務收入下跌4.7% 你知道交易所其實是抽佣金 代表交易量下跌 會否也意味著 投資者開始對股市慢慢失去興趣呢? 大家都知道 美國的加息週期就會即將展開 所以亞洲鏈的投資者 都可能開始變得謹慎起來了 如果你看回美國那邊 我今天看到彭博的一篇文章 他就分析說 其實現在美國股市 漸漸就是由機構投資者 主導回市場 他怎樣觀察到這件事呢? 他就說那個換手率 就不夠股票交易的幅度多 所以他們就判斷 機構投資者漸漸就主導回市場 說真的 疫情大家困住在家裡 各個炒股票 現在歐美地區 對著最新的歐美狂病毒 都慢慢放寬防疫政策 那些人不是經常困住在家裡 變成關心股票的時間 自然都會逐漸少了 因為出了街 另外再說些關於越南方面的消息 有一間公司叫Vila Milk 接下來準備會將他們集團旗下的一間子公司 和一間日本的貿易公司叫商日 就是成立一個合資企業 做甚麼呢? 就是致養一些優質的牛 其實日本牛肉是特別高級的 現在隨著越南的家庭收入增加 他們對於優質牛肉的需求 都會慢慢提升 看回目前越南的牛肉市場 其實一年越南會食用65萬噸的牛肉 其中20萬噸會進口 進口的來源主要都是美國和澳洲 其實目前Vila Milk的營運是怎樣的呢? 在日本的北部島和北海島進口的牛肉 就以一個叫做Yuki Beef這個品牌出售 會強調是純種日本血統的牛 如果看回價錢 譬如說肉類來說 通常大家都會吃豬肉為主 是亞洲 譬如說越南河內的一間超市 每公斤豬肉賣多少錢呢? 就是大概15萬越南盾 折合美元是6.6 雞肉便便宜一點 12萬越南盾 Yuki Beef的定價是怎樣呢? 就是大概15萬到45萬的水平 就是最貴的那隻 Yuki Beef的產品 會賣到是比豬肉的價格 貴三倍左右 來的Vina Milk就會引入日本的一些滋養技術 希望在越南都能夠培育到一些更加優質的牛出來 提供一些更加好吃的牛肉 越南接近有一億的人口 平均年齡都是非常年輕 就是三十多歲 很多家庭都是 兩夫妻都有收入 所以隨著這些年輕的中產家庭越來越多 其實對於他們的生活品質的追求 亦都會提升 所以Vina Milk這個集團就是看中這一點 他們都積極想提供一些更加優質的本地越南牛 今集內容先簡單報導到這裏 多謝大家的收聽